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的高级斗争手段 国防武装是为了保卫政治路线的高级战略威慑 土劳关外,被诸心的河北就主动拆了自己的核武器 随后差点让李渊玩死 古往之来,无论你的初心是怎样的 幻想是如何的 当你自己拆出了自家的核武器时 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待遇和谈判筹码 公元621年5月初二 窦彦德被俘虏的消息传回长安之后 仅仅6天后的5月初八 李渊就第一时间派太子左肃子郑善国 为山东道府卫大使去补选山东州省官员 跟李人民去抢河北了 准确地说,李渊任命郑善国等人为服卫大使的同时 任命了一整套班子 以陈军斌为明州自使 将军秦武通等统兵开往明州 准备双管齐下去军事接管河北 随后,犬妇在胡子的加持下 开始露出了相当无耻的嘴脸 总体来说,那人家河北没当人 直接咱看看李渊发表的大社诏书原文吧 主要内容咱放中间,咱就不念了,说说重点 斗建德这帮是连群结党 窃州巨异,善智官僚 大唐是兵威所临,丑徒皆愧 是凡雀之党,接就掳获 历年补扣,一举国庆 态度很明显 又是善智,又是丑徒,又是掳获,又是补扣 拿人家断德的队伍就不当个东西 高高在上的姿态不说 你还得三十天内上官府自首被案来 连大社的诏书都不拿人家当人 谁知道去衙门报道以后会是个啥待遇呢 人家敢去嘛 咱别说愿望李渊,做个对比啊 把李渊打拉拉的宋星刚那次 并之后大步都判了 小渊渊的大社诏书如下 二方中间具体就不细念了 说说重点 这个宋星刚是害虐良善,拥逼利民 然后李渊是 邪从之辈,情有可原 以许自信,一身当敌 然后最后待遇 被刘武周、宋星刚等所归物者 罪无轻重,皆设出之 各令赋业,一无所问 也不提三十天自首的事儿了 总之,甭管前面多混蛋 在我李渊镜那都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咱老李的心中你们没有任何物点 可不耽误咱爷们后好好过日子啊 我就当自行车丢了 让宋星刚骑了一圈 回来就好 在我心中你们永远是大白纸 是没被骑过的新自行车 甭管让前面丢武周宋星刚怎么站起来蹬 在老李这儿都是白莲花 都享受大闺女掀盖他的高级待遇 咱老李这辈子就讲究个气软怕硬 你河北都没让咱老李拉库里 还一场仗自己就被斩首了 那咱老李都得突出这是个辣手吹花 你窦彦德舍不得气的 我老李可就该站起来蹬了 河北是真大意了 是真没有闪呢 窦彦德被抓之后第一时间就认命了 启动了裁军计划 其实河北被诛心之后 自我裁军投降这事儿 其实按理想是没错的 关键唐现在的上层建筑它比较复杂 河北要是想的李世民 李世民要是确实现在是毋庸置疑的一把手 那河北的待遇应该会比较高 因为那属于李世民史无前例的超级军功和政治面子 会得到很棒的政治利益兑现 但是李唐此时李子是李世民 面子是李渊 李子跟面子很微妙 李世民之所以把俘虏的五万人那么痛快都给你放回去了 实际上就是希望你们要硬起来 我还会再来打 咱到时再谈 就非料到诸心给诸猛了 河北投降了 你投降了 你名义上你投降的就是李渊 这老小子并没有亲自去打洛阳修罗战 河北也不是他打服的 所以他要显示他的强硬 创造出一种哎呦大唐他当家做主的样子 哎呦他为什么敢这么得撒 因为你河北主动裁军了吗 李渊他不是东西是一方面 他他根上的不是个东西 但是自古论中外 无论古今都在点意思 人性这东西是禁不起试探的 绝大多数的人 当知道你没有报复能力的时候 都不会表现为一个贤者 而会变成对你吸水扒皮的恶魔 还是咱们前面讲笑点大师 举过好多次那例子 每次进庙之前 都是看到笑点传开的弥勒爷爷 弥勒爷爷旁边四位怒目金刚 背后还有一个护法拿捡的维托菩萨 咱弥勒爷爷笑是为了普度众生 是为了跟你好好说话 他身边那几个五大三粗 是为了让众生不变成众魔 是为了让你好好说话 劝人向善是一个配套工程 你的武力威慑和利益威慑 永远是劝人向善的必要手段 魔王来了 你指着念经是念不死他的 必须得是那扫地僧 拿捏了笑眼山和慕容伯 外加那好俊的咸龙十八掌 都摆弄一遍以后 让那俩老魔头从生到死 再从死到生都拿捏一通以后 该怎么摆愣怎么摆愣 然后再美人面前放本经 给我念 他才读得下去 才会哎呦 这半辈子白活了 哎呦 现在误了误了 师父我误了 扫地僧要是打不赢 都白扯 丁春秋是让虚足念经念死的吗 是虚足给这货 种了生不如死的生死符 不是李渊那奏性的不是东西 而是人性做件玩意儿 咱都历史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 面对你是别变成这玩意儿 老底的一套操作派到河北之后 人家河北很愤怒 李渊派的组织部门同志郑善国 是李建成的太子左树子 是前随大臣 最终在河北做选举不平除名 他最终当了他的替罪羊 李渊这班子都是他的随同事 哎呀 这一帮货们在对对方手无寸铁的时候展示强劲 那是有天赋的 人家是被大崔广深培训班培训过的 河北参训的时候 斗建德的家底被猪将都分了 这是裁军军费 一个大美河北都留给你了 按理说多仁异 但李渊派往河北的安抚大使和地方长官们 对这事儿比较交真儿 开始各种追究外加暴力执法 反正你们自己把贺务器都拆除了 我现在想怎么捏捏都怎么捏捏 斗建德的顾将陷入到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李渊配合自己力威有三个环节 第一 申尬贤 范燕 董康买 曹战这帮没按时去自首的斗建德顾将去长安 第二 七月十一 闹事之中杀了斗建德 第三 七月十二 大赦天下 免税一年 他认为这三招绝了 争顾将入关 说爷给他断了根 杀斗建德 说爷立了位 大赦说爷给你们免了责 免税是爷对你们开了恩 爷他娘子简直就是个天才 结果七天以后 斗建德被杀了新闻传到河北的第一时间 七月十九 人留给他就烦了 客观来讲 李渊和李世民这爷俩对后面的事情发展 都需要负一部分责任 你别看他是李世民 任性同样有责任 斗建德是被李渊砍了 王二冲投降之后 善凶信那帮战犯是都被李世民砍的 这让人家的斗建德与党们极度惶恐 再加上斗建德本来在河北民心相当棒 这就导致了河北地区的舆论行情急转之下 说到这儿 整个我感冒了还得单独不录一段 音色有变化 亲爱的们就能多担待一下 打前面说李世民砍了 善凶信对帮杀祥的时候 就有很多太宗粉刷屏 我那次李渊砍的呀 史料是旧堂书李记传中这段 是高祖不许 咱履履实验线吧 看旧堂书太宗本记的实验线记载 是五月初时 李世民入洛阳 令方玄陵收随突击之后就杀了五十多个 这是太宗本记里说的他杀祥 人家前面明确了 是世冲巨 帅气灌输两千余人 义军们请祥 而且是杀完人之后 六月凯旋 等于这人是五月杀的 再看旧堂书王仁冲传里的记载 收起补护 搬刺将之后就开始杀人了 不过人数改为了十亿人 那咱回看一下时间线 五月初时 李世民入洛阳以后杀了这帮 六月初就回了 而且要是李继传里的说法 是高祖不许 这也就意味着 李继要专门为了这事 从洛阳给在长安的李渊去折子 请求刀下留人 然后李渊还就不给李继 这顺世人情的面子了 还就非得弄死山雄信了 非要管这么具体的事 且不说这逻辑就不通 时间还不够 单纯讲从别的史料中 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 旧堂书李继传 是在为李世民遮掩 而让李渊顶伯 因为李世民不是没在 洛阳这帮杀头的将领中 选拔人才的 我们这个视频后面就会讲到 虽然我们之变中的 重要角色刘施利 本来是王世冲的亲将 洛阳平以后当诸 在临死前被李世民特赦后 安排为了左亲位 所以 使侍王世冲为亲将 洛阳平当诸 亲王撞其财 事不死 隐为左亲位 这也就意味着杀谁不杀谁 完全就是李世民的一句话 以李继和李世民这关系 他不求李世民 大老远的求李渊 你问他敢绕海 李世民给李渊递孝子条吗 关键的是 后面连司马光 修资日通鉴时 都不好意思替李世民 遮掩这事 原话是 出李世纪与善信友善 适同生死 即洛阳平 世纪言雄信 萧建绝伦 请尽书己之关绝 以书之 世民不许 世纪固请不能得 替气而退 司马光那可是 纯纯的太宗粉 他都不好意思 摘取李继传里 那段做参考了 这错李世民的内容 是一个特性类的工程 因为太宗在 很多朋友的眼中 是玩人 打个哈起 都是诗吼 放屁都带闪电 实际上哪有玩人呢 包括画面咱们讲到 太宗对他的孩子们的 偏爱与溺爱问题时 我们还是要说 长孙无忌之所以 会被再度放到权力场上 以及最终 他那几个儿子的结局 其实他是要负重大责任 他是神 但他也是人 只要是人 就会有弱点 就会破法 就会犯错误 这些瑕疵说出来 其实也掩盖不了 他的光芒 反而会让他 有血有肉的更真实 还是那句话 咱爱他 最后将他那句精髓都学过来 咱们也在他的那些 所谓的历史的局限中 去体会人无完人 才是人间的正道沧桑 侯儿哥讲话的 天地本不全 其人力所能积灾 天地都如此 又何况你是民呢 范苑 董 董 康埃 高雅贤这帮本来就不信任李渊 自发就逃亡了 后来听说他们这样的老兄弟有很多 李渊还官方下令抓他们去长安 于是范苑等王命之备柔的同志们开了个会 会议纪要如下 王仁冲以洛阳相堂 其将相 段达 单雄信等皆一灭 咱们去了长安也是个死 咱们出来闯十年了 身经百战 早就活够门了 别苟且偷生了 咱反了他那样的 咱夏王抓了李神通以后 那叫一厚道 你凑凑李渊那奏影 直接给咱夏王砍了 咱们都是夏王所后代的 今不为之报仇 将无烟见天下之势 确定起义之后 这帮算了一挂 挂相写是说 应该找一个姓刘的骑士 结果这帮找到最近的 窦应德顾将刘雅 刘雅表示我老了 不想起病了 面对这个没有选择的回答 刘雅大意了 这次来通知你的 是让你交高级投名状的 你怎么还以为 征求你意见了呢 刘雅想跟李渊讲武德 但这句好自为之 还没来得及张嘴 就被这群不将武德 同志们给弄死了 老同志们又听说 窦应德的肖将刘飞踏 现在在张南隐居 于是又找了过去 刘飞踏 贝州张南人 是窦应德的老乡 施载 无赖 是酒 好博弈 不治产业 副兄换职 所以不知道 还以为说流氓呢 刘贝踏与多艳德 少相友善 家穷的叮当滥响时 常常受到多艳德的资助 随末亡命 从好笑得为群道 后归李密为皮将 李密败以后 搁了王仕冲 看不顺眼王仕冲以后 找到当年的好大哥多艳德 被任命为将军 封汉东进攻 刘贝踏这么多年下来 养了一双好眼光 史书中特别逗得这么概括 黑踏即便由诛贼 上官十变 速骁勇 多奸诈 后来成为了 斗艳德的侦察大队长 所以大哥常渐入敌中 亲临一线关需时 破出其不意 乘机奋机 多索客户 军中好为神勇 作战风格挺像李人民的 罗约他这脑子 比刘雅明显豪使很多 便由诛贼 上官十变 纳斯多灵的主 面对这个死亡实战 当即表示 干了 罗约他载耕牛起兵 拢了一百多人 在7月19席剧的张南县 李渊听说刘雅大作乱了 于是置山东道星台 于明州 为继定仓 并置总官府 以李申通为 山东道星台幼可夜 在李渊的眼中 我已经完成了 府库接收 你们自己裁军返乡了 那乃能叫个东西吗 一会儿留嘴而已 李申通 给个把肥脚了 正好没机会 显示寡人身位呢 老李插腰的 二十多天以后 8月12 刘雅大攻陷输线 魏州刺史戴元祥 魏州刺史权威 何兵来剿灭 这会儿兴兴之火 结果被刘雅大所败 戴元祥及权威 居然全都舍里面了 刘雅大尽收其器械 及愚众千余人 此战之后 刘雅大的名头 彻底搭响 杜雅德的速救 左右前来归附 重置两千人 刘雅大自称大将军 在张南筑坛 祭奠斗雅德 向老龄党王魂 报告他们要起兵 替他报仇了 8月22 刘雅大攻陷力挺 杀了李渊的嫡系 屯卫将军王兴敏 一个多夜的时间 刘雅大让河北看到了希望 让河北明白了 自己的政治待遇 必须得有武力保护 我们要重新武装 再要一回家 大量的后悔阶层 开始反攻 原深州刺史崔雅迅 在西土大唐来了以后 失去了编制 等刘雅大起事以后 崔雅迅和术师同党 袭杀了唐任命的 深州刺史裴西 把手机快递给了刘雅大 河北闹起来以后 隋唐吕布的徐安朗 也又一次叛变了 这个徐安朗是中渊突肥 最早聚中聚远州 后来分兵掠地 在一步步的发展下 西道狼牙 北道东平 都成为了徐老大地盘 徐安朗乱世抱住的 第一条腿是李密 李密败了以后 又跟了王儿冲 不到一年后 629年的7月 徐安朗觉得王儿冲不行 李唐已经在乱世中 显示出真龙之相了 随后又偷了唐 被李渊任命为 衍州总管 封鲁国公 然后世界变太快 李渊的雄起之战 围得一塌糊涂 陪击被李武洲 打得脸都找不着了 李神通在河北 又被斗建德给俘虏了 祥汤之后 仅仅三个月 当年十月 徐安朗又跟了斗建德 结果没想到 李渊那本来 谁都能凑一巴掌了 但人家二小子 把扇他爹这嘴巴掌 又给扇下回去了 斗建德完蛋以后 徐安朗又投堂了 由于徐安朗没猜军 且鞭唱莫吉 老李不计千贤 仍封其为衍州总管 只是将爵位 由鲁国公 降为了鲁郡公 以示惩罚 但是 徐安朗觉得 这待遇给低了 在河北又闹起来以后 武德四年的八月 徐安朗自己又称了鲁王 再次割据衍州 起兵响应刘飞踏 随后 眼韵 陈启 一落 曹代 八州 豪翔军响应 徐安朗 李渊拿河北不当人的例子 太明显了 你瞅瞅宣朗的群众基础 人家是眼韵 陈启 一落 曹代等八州好友 皆应职 总之 人家中渊老少爷们 看到河北连个妾都没当成以后 自己把盖头又盖上了 自己抬着自己又回家了 河北中渊 行而复叛的同时 在北京 突厥也开始亲自下场了 8月18 突厥入口带州 唐总管李丹安 派遣行军总管 王孝基距离 全军覆没 很快突厥又进军 围了郭县 李丹安俱称艰难兼手 鱷鱼之后 人家才撤 刚进9月 突厥直接入口并州 李渊派出了自家的外戚 禁军高官左屯卫大将军 窦从等率兵机制 其实窦从也没少跟李世民出征 但是李渊没办法了 像点样的将军 都是李世民的人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找亲戚了 9月初四 突厥入口圆州 这日到了雍州墓 兼梁州总管李世民的侠区了 一支公等带兵北上出征了 面对东方乱象 李渊是这么处理的 调发关中三千步计 去支援李神通 又下诏 命幽州总管罗毅 带兵河地围剿刘飞踏 关内兵和罗毅带兵 找李神通报道以后 李神通又发 行名县卫横赵等兵 合五万余人 与刘飞踏战于饶阳城南 唐军布阵了十余里 刘飞踏因为人少 又没有足够的骑兵力量 只能沿着河堤 排了一条积极罕见的 单行阵以应对 那一年的冬天 来得罕见的早 秋天的日子 河北南部已经大风雪了 李神通本来是顺风 冲击刘飞踏的 结果冲了一半 大风突然转向了 李神通因此大败 兵马军兹一战 打没了三分之二 即便风向突然变了 你这么大的优势 按理讲不至于被打崩的 问题在李神通这儿 因为同样的风雪 同样的风向 人家罗毅那边的西阵线 打高雅显 此时已经处于追杀阶段了 李神通他老人家 早在武队二十年十一月 就被斗建德给俘虏了 就您这手下败相的德行 如今来我们河北当爷了 你也配 就你还争掉我们河北兵 打我们曾经的战斗英雄 李渊也是没办法 自家宗室里能打转那俩杀 李神通属于挫子里巴将军 只能派他死顶 派李建成 你要献牙子去 派李世民是不是 还嫌我献的眼不高 罗毅看到李神通那边 崩盘以后就撤出了战场 退保稿成 结果刘一探乘胜碾过来 把罗毅又打了一家伙 罗毅死战之后 带兵回了右州 刘一探兵士大阵 李神通现眼之后 李渊竟然在9月25 又送上了顶级神助攻 下诏搜索天下户口 真是全富啊 沿山河北已经乱了 从东汉开国以后 这六百年来 河北那地上的户口 是能随便动的吗 十月初六 德黑探攻陷盈州 杀了唐盈州刺史卢十一 关州百姓抓了刺史雷德贝 响应了刘黑探 毛州刺史赵阳凯 性侵严厉急躁 辖区百姓受不了也暴动了 杀了赵阳凯 以响应刘黑探 在河北又变成一团乱麻的同时 武德四年十月 李世民得到了自己 一战定江山的功勋对线 官位升级日 天策上将 太尉司徒上书令 陕东道大刑台上书令 雍州墓 左武侯大将军 梁州总管上驻国 来看看李唐真正国父 看他爹表演的这半年吧 李世民呢 此时在长安 也正式开了自己的班子 招揽四方文学之势 也读书会和方玄龄 两个心腹文士为首 组织起来了一个亲府 顾问班子 招揽了一日男 楚亮 姚思连等十八名物聊 号称十八学士 分成三组 三班倒的 据说是跟李世民讨论文集 这十八个文化人 天天跟李世民 肯定是不光讨论什么文学 此时李世民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他开始复制中央那一套行政运作体系了 不光在马上要打天下 将来下了马治天下 我也要无缝堆接 古往今来 燃烧的最淋漓尽致 不浪费的青春 也就是这位爷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亲府学士的人事档案非常有意思 姚思连原属于戴王杨幼士读 楚亮原属于薛菊 许敬宗原属于李密 李玄道原属于王二冲 陆德明原属于王二冲 于世南原属于斗彦德 蔡允公原属于斗彦德 洪颖达凭王二冲以后加入 盖文达 冀州信都人 李首速 赵敬李氏 灭王二冲以后入了亲府 号称人肉蝶普 从两进刘宋以来的全国各地士族及权贵家庭脉络无一不止 18个学士里面 有10个是李世民入长安之后发展的 有7个是在灭王二冲 邓彦德之后 要么直接收编 要么寻访秋贤拉进来的 此次东征以后 李世民不光吸纳了关东的世人精华 还选拔扩充了自身的李魁们 注意是闷 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 学友们之变中 有俩资历相当浅的 在封猴时却混得相当靠前 一个是张公锦 这是被玉世公和李继 双料推荐在东征之后 纳入亲府班子的 一个是刘施丽 本是王二冲的亲将 洛阳平之后 在临死前被李明特赦 后安排为左亲位 这俩都是学友们之变中 极其关键的人物 都在李世民革命成功之后 封猴千户 在他俩后面的 有900户的方面军司令李继 和老兄弟刘空基 700户的秦琼和陈小金 你就说这俩得为了李世民 干了多玩命的活 李世民收服好汉 此时已经达到了量产阶段 再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战中说的 收服好汉的手腕 第一 你让他敬重 第二 你让他觉得自己被拯救 第三 你让他觉得自己被理解 第四 你让他觉得自己利益被满足 第五 你让他觉得除了你之外 没有别的路 这五点 对于魅力男神 兼分钱大师 兼仙灯家殿后狂魔的李世民 来讲都不叫事 尤其在分钱方面 李世民太有钱了 李世民洛阳封神之后 第一个奖励就是财权 7月18 躺在洛并幽一等州 设置前奸 次亲王李世民 齐王李渊吉 各三处关炉 陪击一处关炉 准许他们自己助钱 除此之外 有敢私自助钱的处子 家属流放边地 李渊还在止衡 你说李渊吉和裴契 那都有什么功勋呢 李渊吉凭啥有跟李世民 一样资格的助币权呢 老李此时也就能在钱上 拉拉偏手了 李建成他不能随便派出去 太子的威望一旦受损 权力的三角就彻底塌了 但李渊吉此时 被始终安排在李世民身边 还给了李渊吉海量的财权 老李只能指望李渊吉 拿钱给李世民搞搞破坏了 这次货币发行 除了老李这堆新养的之外 还要多说两句 货币系统发展到随末时 五猪钱劣质金两不足 甚至有裁剑皮革 或者胡纸做钱的 至此彻底废了五猪钱 开温烹饱上市 一枚种两猪四餐 十枚做一两 拥有七百年历史的五猪钱 永远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起于汉武 忠于唐宗 五猪钱的十与忠 也算是拍面拉马了 在此之前 以猪两来表示钱比质量 货币的杜粮是以24猪 为一两的24进制为标准 从这个时候开始 李唐采取了新的杜粮横 一两改为40克 开温通宝一枚约4克 十钱为一两的 新的十进制杜粮横 便就此产生了 24进制的猪两制 就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资诸必较的单位 成为了过去 离分的十进制 就此沿用至了今天 时代在发展 产品在迭代 长江是推着一浪接一浪的 滚滚向前 你比如说去黑头 去粉丝去闭口 这永恒难提的高效产品 也并没有停滞不前 依旧在不断迭代 不断升级拉法 不断让咱们拿一份的钱 办两份的事 咱们如果有了豆豆反反复复 老豆就是还没消 新豆就赶着露出来了 HIP携最新迭代的全豆产品 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咱们反复推荐过的 国货之光 新包装新上市的 去豆弹印精华上场 来给豆豆来个大套餐 去豆弹印 舒缓 修复屏障 一套连招给它带走 老兄弟们都知道 咱推荐的日化产品 一年就那几个 都是长期用厚 长期代言的 HIP的精华 咱已经用了四年了 反复涨豆 一堆深深浅点的 红黑豆印的朋友们 推荐HIP的 去豆修印精华液 绝对好用 而且它是寡态的 现在的超强的升级版 淡化豆印方面 有奇效了 不是咱瞎说 一瓶逍遥的去豆精华 为了淡豆印 把美白的特征 它都拿下来了 这也是咱的面子保险产品 万一遇到熬夜 火锅出豆了 一抹最多两天就憋下去 跟豆的橡皮撒一样 别的去豆精华豆是没了 但印子还在 它不一样 红黑豆印 统统给你一起擦掉 就跟从来没长一样 重要的漏连场合前 就连续早晚一周 每天两次去豆淡性精华 这是终极保险 无论吃什么 无论吃多晚 你都不用担心 长豆让你难看了 它只要上了 不管是红肿豆 还是大豆小豆 这问题你就别担心了 就连脸上的一些 暗穿印子 脸色不均都少很多 咱男生不敢追求 多皮肤细腻 但咱不就是追求 一个皮肤要干净吗 他就完全对口 成分咱就不再细讲了 专研的AA气豆态 加皮奥宁 加鸡叶草的气豆组合 加美白成分 适合所有福祉 包括敏感肌 当然还有相当能打的 功效包括数据 关键还是咱这次 双十一给到咱们的 囤货机制 是空间的炸裂 他家的王牌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个不得不提的 最近新升级的 果酸精脆水 自从上次给大家推荐以后 效果反映很不错 很多人觉得 这哪是水呀 这就是精华呀 所以趁着这次 双十一也给大家返场一回 HIP的果酸水 目前已经爆卖了 300多万瓶 天猫京东 统统上有名 有如此实力 它依然还在迭代 升级之后的果酸精脆水 直接做到了三代果酸复配 对付黑头 闭口 毛孔粗糙 更快更强 一般的精华水成分表 第一位就是水 果酸精脆水 硬是把一些大派 用到的精华成分 加的比水还要多 嫩敷的同时 还给你修复屏障 关键是加这么多硬料 它硬是不涨价 要是皮肤油 还涨黑头闭口的 毛孔粗糙的 只想最简单的 擦擦脸清爽一样 你用它就行了 它最好的一点 就是把改善黑头闭口 修护控油保湿 这全给照顾到了 用一瓶 就能解决咱们的大部分问题 非常简单粗暴省事 非常推荐用来日常养肤 你看那摇一摇 还能看到里面 满满的果酸精华气泡 酸这个东西 之前咱们说过 帮你把堵在毛孔里的油脂 垃圾给疏通 还能改善黑头和痘痘 男生第一次用 也完全不用担心会刺激 这次还加入了五种保湿成分 打造用酸三方体系 防辣脸 防把干 防薄皮 你就大胆往脸上拍 这次上十一 小弟给大家带来了 相当实在的组套优惠 长黑头壁口 想皮肤清爽细滑 往魅力男神再迈进一大步的 就选果酸精醉水 日常养护 两百多就能买五百毫升的精华水 送的富士棉 还能当面膜服 如果不想一次买那么大一瓶 想试一试的 还要一百多一瓶的 反正皮肤粗糙 爱出油 爱长黑头壁口的用它就对了 如果咱们痘痘反反复复 红黑刀印一个接一个的 咱们就去痘蛋印精华修复 你摇曳吃辣 他还能兜底 这次精华两百多带走 还赠送一倍的量 相当的实在 推荐双剑合璧 变身精华夜市湖 往死里切的中路 黑头豆给打了 我打十个 现在品牌搞上十一活动 这优惠力度非常大 满赠满减活动统统都有 优惠都放在咱们评论区了 最后一来 这次灭玩儿冲段印得回来 李世民得到了如下实质性的实力增长 第一 大量的文武人才 第二 官品以及史无前例的天策上将 第三 中央评级的闪动到大行台的行政权 第四 官方认可的铸臂权 此时此刻 李渊应该庆幸 因为再晚点册封李世民的话 让出去的红利还得多 因为东边在他的神操作下已经全乱了 十月十九 刘黑大攻陷定轴 十一月 北京军阀高开道 看到刘黑大起来了 再被突厥一勾引也反了 称阴王 北连突厥 南杰刘黑大 与突厥和兵开始屡次入侵 恒定优异等北境数州 十二月初三 刘黑大攻陷冀州 与此同时 往河北各地政府送习书的反应 也批量回来了 斗映德的旧部纷纷造反 杀了唐朝官吏 响应刘黑大 十二月十二 刘黑大打败了李世民的东方棋子李日记 不足五千全军覆没 十天以后 刘黑大又引兵攻拔了向州 随后向南攻陷离魏两州 半年之间 刘黑大恢复了多年代的全部旧地 随后又牵使北连突厥 吉利可汗派突厥骑兵赞助 河北的兴致已经相当危急 李渊又一次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 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五 李渊再次舔着大脸 让李人民去讨伐刘黑大 二爷呀 守得以赛给拉来吧 全副又现眼了 五年正月李世民兵至魏州 刘黑大数次挑战被李世民错了锐气 所有直接扔了向州退保大阪营明州 周年十四 李世民收复向州进军飞翔 猎营明水南岸 幽州总管罗毅率索武兵书冠也南下了 刘黑大听说后 刘兵万人命范院守明州 自己率兵先来打罗毅 刘黑大的思路 是趁着罗毅南下 在野战中先敲掉北面这班援军 扫出后顾之忧 但李世民此时的大魔王恐怖威望 自带十万雄兵属性 刘黑大刚走 唐军的成明镇就带着六十面大鼓 于城西二履一疯狂敲打 据说城里都能感到震动 吓得范院赶紧牵使 告急刘黑大说守不住了 对面的大魔王来了 你这当家的主性骨可不能走 刘黑大无奈只能回原 潜其地张诗善与星台张军力率兵一万迎战罗毅 刘黑大对河北冰的战斗力比较自信 但不是每个将领都是他能以少胜多 这就好比汤军没了李世民 那完全就在另一支队伍 你比如说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李二纪 那身边没有李世民 完全就是两种威慑力 李二纪扛重路 他去做支线任务 那李二纪就是黄金搭档 但在国内战场上 你让李二纪去独当一面 那就纯属难为他了 不过即便如此 李二纪的能力已经很高了 不然李世民不会总让他去做支线任务 内战外行外战内行这句话 也完全没有埋下李二纪的意思 这是咱华夏的名将 这是咱自豪的调侃 只是隋莫的舞台太璀璨了 这么大的弯都得去国外才能耍大牌 隋莫的群雄混战完全就是拼巨星 罗毅人家也是巨星 是隋莫修罗场上的幽州霸主 你就一万人去打人家数万人 也退拿人家不当回事了 一月三十 罗毅在徐和把刘志山的一万人 打得直接打掉八千 冥水人李绪霍看到李二纪大军开过来以后 心眼也活动了 去冥水城来详 李二纪浅王军阔率一千五百兵 入城共手 这个冥水城非常重要 它是刘非他的粮草之源 刘非他的吉阳主要来源于 祭 贝 仓 营 珠州 其中仓州 营州 祭州的粮草 都要通过漳水转运冥水运过来 贝州需要走陆路掉过来 冥水城的位置 正而卡在刘非他运凉的嗓子眼上 威望震慑力是巨大的战略武器 李世民不来时 河北觉得谁来都白给 看到里面那奏景那招数 恨不得直接扒批操心打到昌岸去 当李世民一到 很多利益绑定不那么辞实的各方面利益体 就开始出现的信心崩裂 觉得当个顺民也不是不能接受 开始抢着就要投名状 这么重要的嗓子眼被人家掐住了 2月刘非他来抢明水城 2月15星之猎人被李世民派出 秦琼接击打了一家伙 不过秦琼没能接住刘非他 刘非他还是率主力突袭到了明水城下 明水城四周有宽50余部的护城河 刘非他在城东北修了两条勇道 用来疏速攻城器械 李世民三次带兵救援都没能打进去 刘非他能摆脱秦琼 在急行军赶到明水城下后 能一边秀宏道攻城一边设攻势阻挡堂军 李世民的三次救援还都打不动 能品出明将的可怕了吗 李世民担心王军阔守不住 招诸将想办法 李世纪调研战场之后得出结论 如果涌道收到城下 明水城必定尸首 兴军总管罗尔信请求代替王军阔守城 李世民于是登上城南的高地 用其语招王军阔 王军阔率部下奋战突出包围 罗尔信趁机率200战士进城换防 刘非他的围太难破了 最终罗尔信仅仅带进去了200人 看到唐军居然还能换防 刘非他急了 昼夜猛攻明水城 恰风大雪 唐军无法增援 经过八天血战 2月25日明水城陷落 23岁的罗尔信不想以后被杀 李世民罕见的没能救回自己的部下 战后李世民重金够得了罗尔信的尸体 葬葬在本王山 士气勇 他这么年轻 没有家属的后顾之忧 其实说句软话详了呗 之前又不是没有前科 他之前是李秘的人 后来战败以后被俘 就被了王二冲同志同志的收降了 后面闹掰了以后又投降了李世民 为啥这回死也不低头了呢 咱举一个侧面的例子 为什么要把他葬在北王山 因为罗尔信最书为裴人机所恩礼 感其知己知恩 洛阳平定之后 罗尔信收点后葬的这位老伯乐 与北王山还说我死以后就葬在旁边来陪他 他这心愿李世民给记着了 他愿意冒死冲进明水城 是因为他觉得为了李世民值 天降大雪是突发事件 他是看到领导为了救他尝试所有努力的 就是天有无色风云了 投降刘黑榻对不起他士民哥 所谓侍未知己者死 也就这意思了 2月24 明水城破前一天 罗尔一路拿下了钉 鑾 连 罩四周 抓了刘黑他的上述刘西道 带兵与李世民在明州会师 罗尔信阵亡的五天后 2月29 李世民再度攻下刘黑他 到手还没捂热的明水城 3月 李世民和罗尔在明水之南扎营 并分兵过河 驻扎在了明水之北 彻底断了刘黑他的水路和路运的粮道 刘黑他多次来挑战 李世民兼臂不战 一措其风 3月底的时候 李世民和刘黑他已经相吃了60多天 刘黑他布置了一个陷阱 对唐军展开了围点打员 突破口 还是相对是弱点的李世纪 刘黑他先是夜袭齐营 把李世纪又打得够呛 随后他掐转的李世民一定会率定救援 也一定会出现在他背后 打算再次老套路捅得定眼 结果这次 刘黑他给李世民设了一个反包围的套 李世民刚冲进来就中计了 被反包围了 如果你是李世民 如果你已经积累了如此辉煌的盛名 你要琢磨后面皇位的事了 你还会大半夜的亲自带队去救一个手下吗 你会让卷猫娃被射成刺猬吗 再说回罗热进 为啥愿意为李世纪死这事 我相信李世纪也愿意 其实后面武则天为什么能齐堂啊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是李治利用了 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 忠治之士妄身于外者 盖之于先帝之疏欲 欲报之于陛下也 而武则天则利用了李家的家族遗传病 外压自己那副采阳不阴的好体鸽子 万幸的是 李世民留了最后的保险 他这次没和御师公一块成阵 御师公此时是他的保险 李世公看到李世民被反包围之后 作为总预备队率军冲入包围圈 大破地震把李世民给救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一点 此时 御师公已经独领一军了 为啥之前御师公始终被李世民拉在身边 因为害怕再被老兄弟们做了 现在御师公的威望也够了 人家那次跟李世民五个人去浪风抽的散步的时候 那次虎牢关前跟李世民一块封悬的战功 谁敢再做了他 所以能独领一军了 此便之后 李世民从刘黑塔玩命的尽头 推测其粮食已经吃光了 急于决战 李世民人在明水上游筑坝拦截河水 对守坝官说 等我交战之后就掘开堤坝 你不是想打吗 上游控制流量就是为了你能渡河来战 为啥要让你过河 为了让你来到我选定的战场 李世民打一场战役 要是不给你全奸了都对不起他那功夫 3月26 刘黑塔率两万步计 难渡明水逼近唐军迎债列阵 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 击溃了刘黑塔的骑兵阵 并乘胜放骑兵冲垮了刘黑塔的步兵阵 在这场正面对决之中 刘黑塔跟王尔冲一个强度 拢了好几次军阵 跟李世民对打 率部死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昆 终于扛不住了 万小胡对刘黑塔道 大势已去咱撤吧 刘黑塔认栽了 随后先撤出了战场 渔冰此时还不知道领导已经先走了 还在死战 等天黑了准备回家以后 发现李世民已经给他们送上了大礼 明水已经被上游放水暴涨 他回不去了 至此 全军心里崩溃 刘黑塔的队伍一战几乎被全歼 一万多人被杀 几千人被淹死 刘黑塔最终禁止范院等千余人逃入突厥 李世民再次把遍地狼烟的山东安定了下来 此战基本打光了 都能留下来的兵尖子 战后李世民的做法很有意思 他没有追杀刘黑塔 而是在大局已定后 自河北隐兵南下 准备灭隋唐吕宣朗 李世民此战之后 给自己留了个后门 也耍了心眼 刘黑塔没有多久 又有土壤来搞游击了 这个下一个视频咱们细分析 就在这个时候 李渊赶紧下令 让李世民把止于钱交给李渊吉 局面已经打开了 老二你赶紧给我回笼子 但是嘛 给你面子 叫你送爹 奏平你 还想调动我 四月初九 李世民回了长安 李渊出迎他儿子 然后李世民跟李渊 陈述了一下 凭薛朗的形势 在长安炫耀了一圈以后 把他爹脸给打了 表示爷还得走 于是李渊又乖乖的 把李世民派回了立阳 此时的大军 始终就在立阳渡口 等着李世民 等二爷到了以后 才南下记音的 李渊挺尴尬的 哎呀你交兵权 现在我什么都不是 亲王不给 你不能抢啊 武德五年七月初五 李渊为又解决了 河北南堤的李世民 造了红义公 让他儿子搬了家 李世民之前是住在 李渊大内的成仙殿的 这个新住址 李渊很不够意思 因为红义公 后来改名叫做他大恩公 因为老李后来搬那儿住去了 后来马周在奏文中 给老李谋福利待遇 是有那么一段话 陈福建大恩公 在宫城之西 其强与宫阙之志 方之子吉尚为卑小 陈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 有处宫中 大恩乃至尊所居 更在城外 等等等等 后面就不念了 老李呢 这也算搬了石头 砸自己的脚 李渊之所以让李世民搬家 估计有两点考虑 第一 城前殿这个政治符号太高了 不能再让李世民 被承接前天的加成了 你再说说新宫的名字 红义 宏大大义的意思 老李隔天劝他儿子 安分守己 发扬风格的 第二 李世民住在大内 对于他李渊的人身 安全已经是威胁了 老李算来算去 也还是挺静 但是他最终算漏了风水 这个秦王的星宫 他在太极宫的西北 是钱挂 钱为天 刚见忠正 他本来受龙行游 与虎行游风 你给他放钱挂上去 来考据一下这个大安宫的位置 唐两经乘方考 西出云龙门之北为大安宫 这个云龙门在哪呢 唐两经乘方考 西内苑说 东出于宫城之东 而近东偏者 南北亦不止亦里也 西内苑四面开有苑门 东西北三面各一门 南面两门 东面叫日营门 又称东云龙门 西面叫月营门 又称西云龙门 因为马周说 大安宫在宫城之西 所以这个云龙门是西云龙门 也就是说大安宫在西内苑的西边 那边长安智有宰 叶庭宫东西广 一里一百一十五步 大安宫东西里树桐 这基本上确定了大安宫 也就是红义公的位置如下 你再瞅瞅这位置 离宣武门有多近 是不是越来越期待了 李人民南下以后 打下来了宣朗的是一座城池 声势震动怀思 随后李人民去怀河散了散步 又诛了一个人的心 此时的东南土皇帝叫杜芙威 在随末这些年的混战之中 杜芙威在和申法兴与李子通的 巡回擂台赛中 战到了最后 成为了近有江东淮南之地 南街于岭 东至于海的东南第一势力 等我来到 我看见我征服的李人民 来到淮河视察以后 杜芙威连抵抗的心气都没了 恐惧请求入朝 7月初六 逼服杜芙威的李人民终于心满意足 命李神通和李日记 率所部收徐安朗的尾 自己扳师回朝 前面这7个月 李人民打兔刘培踏 打残徐安朗 逼服杜芙威 歇辞三大功 他要入朝摊牌了 摊牌之前 有一个小插曲 这年入秋之后 突厥开始了大爆发 8月初七 杰里可汗率15万骑兵 入扣燕门 8月初十已经打到并州了 又分兵入扣圆州 廉州 面对北京预警 这次李渊竟然极其罕见地 放出了李建成 8月11 李渊命李建成出宾这道 迎战圆州那一路 秦王李人民去迎战 并州突厥主力 放李建成了 什么原因 李渊要死马当活马役了 后面我们很快就要知道了 8月29 突厥攻陷大镇关 关中这路告急 好在9月15 郊州刺史全是通 虹州总管袁新 凌州总管杨氏道 鸡突厥于三关山破址 9月17 李建成督战成功之后 赶紧办事了 并州那一路 李渊派郑延淑 作为外交大使 面见杰里 据说是痛斥鸡背蒙 据说吉利挺骚的慌 在一通埋得之后 吉利最终带兵撤了 他来我就骂 他来我就骂 就给骂走了 就那么简单 哪有那么简单 此时并州这一路的突厥 出动了据说数十万计 而且已经跨过了 太原盆地来到了晋州 就投入的兵力 和牵扯的地区而言 这场仗按理讲不小了 但是最终却没能打起来 什么原因呢 第一 肯定不是啥蒙约的扯淡话 郑延淑面见时 是从利益的角度 对吉利说 唐与突厥风俗不同 你拿下的大唐领土 也不能居住 墙里的财务人口 也都分给手下人 你可汗 你能得到啥呢 不如徽君 咱重新和亲 你也别每年难下了 我们每年把钱给您送过去 这可都入了你自己的库 你觉得哪个更划算 唐以低姿态 承诺用巨量的财富 给突厥稳定输血 第二 李渊将李世民 派往了杰里可汗 主攻的病症这一路 杰里可汗刚上位不久 听说李世民带兵来了 赶紧也就救班下了 在李世民震慑下 这关花钱买过去了 放走突厥 这是谁主导的呢 李渊和李世民 对这事都同意 之所以说李世民 对这事点头了 因为李世民随后 致书表扬证验书 你这回能够达成 和谈的功勋极大 你会纳闷 一路攒军功的李世民 为什么不想打了 为什么要承认 去赔款去买和平了 事出反昌 必有妖啊 因为李世民眼下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儿 一个多月后 十月十六 在武德五年完成了 打突刘维踏 重创宣朗 逼服杜夫威 威慑退突厥的李世民 彻底拿到了 要他爹命的关键权力进步 他领了左右十二位大将军 看 秦王领左右十二位大将军制 咱仔细看看这封官方文件 瞅见没有 一年时间后 封天策上将时 被拿走的 一周到刑台上书令 又回来了 还又多了个 又武侯大将军 武德五年十月 此时已经是天策上将 太魏上书令 闪动到大刑台上书令 义都要刑台上书令 雍州木领十二位大将军 左右武侯大将军 上驻国的 二十五岁的秦王李世民 已经基本锁定了 对李渊和李建成的 实质性控制 为什么要这么说 李唐是继称 随府兵制的 李渊在跟李世民的 第一轮圈役博弈中 也就是培济县之前 复刻了老祖宗的 兵民合一的府兵制 设立了十二军 这十二军 是统归中央的十二位管辖的 史书中的原话是 府兵制制 起自西位 后周 而备于随 唐兴殷之 随至十二位 约一位 约萧继位 约五位 约屯位 约御位 约侯位 约侯位 为左右 皆有将军 以分土诸府之兵 全国的府兵 是归这十二位统辖的 这也就意味着 李世民这个领 十二位大将军 是此时十日 意义上的 李唐府兵主席了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 秦王指挥枪的事了 府兵制 还有一个关键的bug 进军 是从府兵中 定期选拔素位的 这也就意味着 大唐的府兵总司令 李世民 还实际上 控制着 长安卫戍区的人事调动 这个人事控制 是能够细化到 具体士兵的 这就太可怕了 提前举几个例子吧 随着唐出诸将 穆志明的大量重见天日 李世民改史的思路 慢慢清晰 最著名的就是 这个长河墓碑 这位爷 在宣传门当天 有戏份 长河出身瓦刚 被李密 受益上驻国 为泽公 后来跟李密相堂 后来被王仑冲 抓了以后 又逃回了堂 最开始 被李渊 加其电通 上其英烈 林轩引荐 特身优奖 受车技将军 按理讲 这应该是李渊的人 对吧 但是 后来跟李世民 打王仑冲以后 就变成李世民的铁杆了 后来这位爷 还跟着李建成 去河北征战过 但最终 却被李世民 在武德七年的时候 从伟州调回了长安 直接当了北门进军 李世民还给了长河 大量的钱 去命他 受拦北门进军的骁勇们 同志们 注意啊 长河 是由刘顺 伟州这个地方军队干部 直接奉太宗令 追入京后 拿了一堆骏子 帮李世民去 售买进军了 因为李世民这个领 十二位大将军的邪 就再也没摘下去过 因为李世民这个 李唐府兵总司令 控制长安城中的进军 像长河这样的军官 还有很多 你比如说 元石 最开始亲服三队对政 从政携举 王仑冲 斗远德 刘黑塔 薛阳 打一六够野战 几乎亲历了 整个李世民 打天下的过程 等李世民 做府兵总司令以后 就还为左亲位校尉 仍于北门掌上的 来钉子立冤了 所以说 此时李世民 已经完成了 对李元的反向控制 留给长安宅南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此时李元 都已经开始 私下许诺李世民 为太子了 来稳住 这位可怕的儿子 李建成 此时都要御死网破了 李世民 成为李唐府兵总司令的时候 史诗中明文说了 时太宗公业日盛 高祖思喜立为太子 建成秘智之 乃以齐王元吉 浅谋作乱 其刘黑塔重返 王规未征 为建成曰 殿下 带你地居敌长 元建元良 功绩既无可撑 人生又未下步 而秦王 新叶克隆 威震四海 人心所向 殿下何以自安 等等等等 注意 第一个要作乱政变的 其实是李建成 是魏征献祭 点破了李世民 上次亲征刘维塔后 留下的漏洞和算计 暂时给了李建成 继续博弈下去的希望 武德 五年十月十六之后 李唐的权力场上 已经基本名牌了 李渊拉着李建成和李渊吉 开始抱团抵抗 已经逐步渗透下手 长安竞争的李世民 史上新演的总量 最多的父子私人功斗戏 哪里只能讲一场 政变这么敷衍 吉利五的九年六月初四 还有三年八个月 还有好多故事 要铺垫 小渊渊那小渊渊 最多的新演子 配上最拉的创业能力 也算是为难你了